到底是谁在跟人民作对呢 周杰伦一句话 我也在等 等能在台北大巨蛋开唱 这句话意外掀开了潘朵拉盒子 你以为在等一阵子 我们就能等到大巨蛋的第一场演唱会吗 错 原来大巨蛋从开唱之后 就没打算开放让你听演唱会 怎么会这样 跟我们想象差太多了吧 关键就在柯市府任内 给大巨蛋设下的这一条紧箍咒 等一下侍从会说给你听 你没看高雄靠着巨蛋演唱会经济学 一年轻轻松松的吸睛超过50亿 结果我们等了30年才孵出来的台北大巨蛋 你跟我讲不能办演唱会 岂有此理 没错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高雄的这个演唱会 哇一场接着一场 从Blackpint啊 然后这个五月天啊 然后这个上个礼拜的 这个韩团拼土等等一大堆 哇这么多的演唱会来到高雄 那当然台北的市议员当然就说 我们也要有这个演唱会啊 对不对 然后结果没想要被人家踢爆说 这个我们台北市的议员许舒法就说 大巨蛋 大巨蛋原本我们都希望说 他不是只有打棒球吗 他还有这个演唱会吗 结果没想要被人家踢爆说 大巨蛋的门票收入啦 这个远雄只有抽到 远雄抽10% 然后市政府只有抽0.6% 也就是说市府应该要重新议约 所以让人家说 原来当初的天下这么不平等的这个条约 然后不止这样 现在恐怕要办演唱会条件也不够 为什么台北市的议员会非常急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高雄 高雄来说的话 4月13号举办这个所谓韩国拼盘演唱会 那韩团拼盘演唱会来说 有9组这个人气的这个韩团嘛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我们台湾的主场的 舒华所在的GI的 当然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团嘛 他一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好 那这个场内场话一共吸引 场内就有5万多人 外面也有非常多人 最共有5.7万人 那5.7万人来说哇 这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 那是庞大的商气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我还说什么 7月又有8组这个韩兴耀现身 所谓的这个高雄啤酒的这个音乐节 所以看起来哇一拖接着一拖 那当然观光团大家的笑 观光的这个商气 当然大家笑呵呵嘛 譬如说我们以高雄为例 去年高雄一共举办了 117场的演唱会 那你知道吗 一共带来多少 139万的人潮 还有45亿的这个观光产资 你看139万人 这是多么这么惊人的数字啊 然后今年第一季 千人以上演唱会已经有30场 那带来5亿的产资 那预估今年全年的大型演唱会 至少120场啊 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这个高雄真的是变成演唱会的这个胜地啊 所以一颗金蛋给它踩在那里的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的印钞机 因为人带进来演唱会唱到这么晚 这些人你要他立刻坐高铁 坐火车离开高雄 当然没有 晚上在高雄过夜啊 对没错 你看一个团接着一个团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cordplay等等好 那于是根据这个高雄市政府的估算 他说4月13号这个韩团拼盘的演唱会来说 他说歌迷留住在这个地方有70% 那很多包括说像福华饭店 还有芙蓉饭店 住房率都飙到8成到9成啊 那你更不用讲 你看韩团就直接到小港机场去 小港机场也出现这么多人潮啊 很多人 所以我说这个商机辐射出去 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更多嘛 那也就是说而且呢 高雄市政府也非常会做这个行销 他们把这个演唱会搭配 所谓商圈的这个夜市的优惠券 就是说啊 你来这个演唱会之后 还可以拿这个优惠券 然后吃东西还可以比较便宜 所以等于是让歌迷不只是来这边听歌 某些人又拼了在地的这个观光啊 还有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的面向 你知道市政建设难免有会被人家嫌弃啊 觉得购病的地方 那老公嫌务设施好了 没有想到就这个恐怖的金巨蛋的 演唱会经济学 清水变鸡汤了 对 没错 自然过去一段时间呢 轻轨曾经有一度被高雄市民说 哎呦 这东湾的路啦 这个人车真道啦 这个好像有对我们家的交流不是很好 可是目前为止来说 轻轨显然也扮演了这个演唱会 非常重要的 演唱会商机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我怎么这样说呢 知道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这个韩团拼盘这个演唱会来说话 有5万多人 接近6万人左右在这边 那你看我们都很担心说 发这种所谓这么多人聚集 会不会有踩踏事件啊 就没想到这个5万多 接近6万人来说话 在35分钟就疏散完毕 所以不会造成所谓太大的伤害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主要就是有高捷公车加上轻轨 三管齐下之后 让人员快速的疏散 那特别是我们就讲 轻轨过去一段时间 可能有非常多的争议 但是我们看 这个目前为止 高雄的这个红线 这个捷运红线跟局线 完成之后一个十字嘛 对不对 那轻轨刚好是绕着 这个高雄市一圈 所以等于是说 他们三个都完成了之后呢 变成是一个所谓的 网状的一个路线图 那这边对轻轨来说 轻轨今年3月 每日的平均运量 已经来到3万人以上 比去年同期增加 约莫75% 那这很多其实是谁 是观光客攻陷的嘛 那我就讲嘛 它设计在路中央嘛 那钢子很多 骑头脚的都 阿伯 这不好不好 然后约莫75% 现在变成好 那尤其是 他们现在有一个路段来说的话 就是有所谓的龙猫隧道 反而也变成是 打卡的这个盛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所以就知道事实上 轻轨已经变成是 从过去的这个 这个所谓 淡水 这个淡水 变成是鸡汤的一个状况 所以啊 观众朋友我们看到了 高雄是一家烤肉万家乡 现在它不只是巨蛋的 演唱会经济学抢头香 它真的是吃好吃满 台北羡慕而已嘛 等了三十年也有自己的巨蛋 我们大巨蛋也要来 演唱会经济学 赚更多 人更多 结果今天告诉大家 原来 被柯文哲放了一个紧箍咒在上面 这个巨蛋从一开始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同意要让你唱歌 对 其实台北能不能有五万多人的演唱 我觉得那个 这个机会是有的 可是问题是没有场地 好 我们就来讲一下 事实上各国的很多明星来说 他们优先选择可能还是要选台北 像张学友 他在今年的五月三十一日 不是在小巨蛋的举行演唱会吗 我很多朋友去抢票 他六场六万多张的门票 一开麦三十秒就完售 那于是他就说我在开三场 那一共有九场破了个人记录 可是他在小巨蛋嘛 对不对 他如果有一个演唱会有五万多人的话 我可以办一个三场 那不是就让大家都可以听到吗 所以那事实上大家都希望说有大巨蛋 这样就会复制这个高雄的模式嘛 那尤其是周杰伦 他最近就在这个他的网路平台上面就说 啊我希望在等大巨蛋 所以你知道 以周杰伦的看似他们来说 他当然希望成为第一个 攻这个大巨蛋的艺人 不过呢 我们跟他说啦 这个他可能这样想 但是呢 要去演唱会当演 要去当演唱会的这个主办方在那边演唱的话 难度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在当年的时候他设下了一个紧箍咒 他用了所谓的建筑技术规则的这个所谓的127条避难层的规定 好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大巨蛋其实是往下沉 往下沉大概10公尺左右 但是这个我们中央认定说OK啦 这个可以当避难层 这个没有影响他的避难的这个状况 但是柯文哲他们在这个条约里面说 只有7公尺 所以要在7公尺以内 那10公尺就没办法 所以就说你要在那个地方办 基本上是不可能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一条方式来说 就把他这个完全打枪了 那这个其实是隶属于地方全职所有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如果蒋万安市场来说 如果真的要让他开演唱会的话 必须要修改这一条规定之后 才能够让这个大巨蛋 能够真的变成所演唱会的这个场地 那当然蒋万安就说啦 我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个有演唱会 但是他说远雄目前还没有提出 非运动赛事的这个申请 如果他有申请的话 或许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啦 这个地方我更新一下 我还特别因为这件事情 我去求证远雄 远雄说 有在市长公布这个回应之前 两个礼拜案子就递进去了 换句话说 来咯 内政部台北市政府远雄 你们三个单位不要互踢皮球 不要跟人民作对哦 没错 也就是说市长目前为止 中央的认定是可以的 那地方政府就是可能要拿掉 这个柯文哲所设下的紧箍咒嘛 如果拿掉 或许这个大巨蛋演唱会 就真的有谱了 那我们就讲市长大巨蛋到底多重要 我们就不要讲这个演唱会商机 我们来讲这个直览 直览来说其实也低比了一阵子 结果没想到他在4月13号到14号的 T1直览的话 登陆这个大巨蛋 就大巨蛋两天有3万人来看 入场的人数破纪录 我觉得现在台湾人也非常厉害 就是说我要在好的场地 看好的比赛嘛 对不对 好那除了这个T1的这个直览之外 我们就对比中指 中指因为是他 他这个大巨蛋本来就要用来打棒球嘛 对不对 那中指之前来说的话 有7场比赛在大巨蛋办 那一共吸引了13.2万 简单来说我们算起来 每一场大概是2万人左右了 好 那如果扣除掉 如果目前为止 全季的人数来说的话 占了61% 好那我们就讲这差多少 在大巨蛋每一场大概2万对不对 那不是在大巨蛋的 每一场大概多少呢 5千 差很多 四倍 四分之一 然后他说这7场的收益是1.4亿 所以现在中信 很多都说我要把这个当成是主场 所以你说好场地会不会带来商机 当然会带来商机 只是说当初柯文哲有设下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紧箍 那我们就希望说蒋万安市长 是不是能够有魄力的把它拿掉 那么的话这个周杰伦登陆大巨蛋 或许就真的会看到了 好今天浅秋来到这个地方 你来讲这一题就最适合了 高雄没有人比你更熟 演唱会经济学这几年大发炉 把它copy到台北不是很棒吗 可是我必须要讲 那时候高雄是担心场馆太多的 记得吗 市运的主场馆可以用多少人啊 这是人流量要有足够大的演唱会才行 后来加上南流中心 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在这种演唱会经济里面 太多演唱会想要办了 而且现在因为演唱 这个演艺生态不一样 他们不能再靠专辑来赚钱了 现在靠演唱活动 然后才能够带动艺人的商机 才有周边的可能性 所以突然整个这个传媒的生态改变之后 演唱会反而是主流的经济市场 所以在高雄这些以前被担心会空置的 文字馆的场馆反而有了机会 今天国门离台北更近 如果台北可以因此尽量去松绑 让大巨蛋的弹性使用 空间更大的话就像这个 127条你卡在那个地方 我是能唱不能唱 拜托一下市长高台贵手的话 台北的地位置 台北的这么阴阴期待的话 那商机不是更大爆发了吗 台北更有机会吸引国际的 来看演唱会的人口 因为你只看自己内需是没有用的 内需今天看完就回去了 住房什么不会增加太多 但如果台湾的这个演唱会在台北办 其实因为包括桃园啊松山机场啊 如果可以吸引国际游客来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一个城市最大的商机 一个国家国门的商机 那可惜我真的觉得不可惜 说实话我也是后来你们一讲我发现 天哪大巨蛋那么多演唱会希望办 因为台湾是演唱会场地现在严重不足的 大家抢场地booking 我们之前在策展公司要办活动的时候 是抢不到场地了 而且跪得半死很多演唱会的艺人一辈子的梦想 跪得半死硬卡也要卡下来 现在是没有场地可以办 居然大巨伴已经出来了之后 他不让你办啊 五七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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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